好 回到全民最大黨 我是郭董 郭台銘 我們今天討論就是 藍綠打宇昌 結果這個藍打打到民調下降 打到自己內傷 這會不會太丟臉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到 你要打別人的時候 你先蹭蹭自己的精良 或者你就用眼睛去看 你看到你這份資料是不是真正的 像我獨島洪海都是我自己知道 我才敢講出來 要不然就像這個九孔一樣 買古董他沒有自己親眼看見 結果就憑對方是什麼什麼 就認為對方不會騙他 結果就買到假古董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我們來讓趙少康來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民調這次這麼接近 是不是真的打到自己內傷 郭董講的其實非常的好 什麼事情要親力親為 實事求是 你看古董你自己看了 你認為要死也死在自己的手上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 所以說股民民民要看清楚 最好的股票是什麼 就是洪海 比這一定漲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們今天 我講得這麼心虛 沒有 我的股票絕對不會跌 我氣定神賢好不好 我告訴你 宇昌案原本是蔡英文 在副院長任內 然後弄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他退伍之後 直接去接董事長 這個原本是一個有一點點 利弊得失 弊多於利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應該可以打到 蔡小英爬不起來的 結果一些國民黨的官員 搞不清楚日期弄弄的 考試作弊弄了半天 那種感覺搞完之後 旺旺的民調 宇昌案一過 這樣弄完之後 旺旺中時民調 現在是40比39只差1% 在誤差範圍之內 是不是 TPPBS的民調也是一樣 所以說通通在誤差範圍之內 它可以搞成這樣子 就好表藍營 他以為拿了一個這個宇昌案 就是一張一支大砲 準備要對著蔡小英 準備要炸過去了 結果發生 所以說國民黨就是一個 堂炸政黨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國民黨堂炸完之後 就是一個 傷殘政黨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謝謝大家 好 就講得很好 你看看 民進黨從這個40兩元 被打到體股完膚的時候 結果就因為這個自己打自己 現在民調又上升了 陳婷菲妳是不是很開心 喔 我看起來有開心 那樣子嗎 我完全不是開心 我真的是傷心 我真的為我們的國民們 有一個這樣子會堂炸或傷殘 甚至眼睛會蜂蜂蜂 都看不清楚的這個政務官 感到傷心難過 我想我今天在這裡講話 我也要小心一點 我不要再給他落井嚇死 再打落水狗了 我不忍心在講國民黨 他們實在太遜 太丟臉 太慘 對不起 我好像用打他們了吧 我應該說我們要替他們 多多著想 我覺得劉毅如 如果說你真的看不清楚日期 或者是公司名稱 或者是帳策 你都搞不太懂的話 我建議全民 要不要像我們捐小豬給蔡英文一樣 捐一個小豬給劉毅如 去裝他的老花眼鏡 好不好 我們要關心我們的政務官的健康 跟他的視力 當然我們也要好好來關心一下 我們的馬政府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子漏洞擺出 想要打小英就要打得自己滿頭包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想要在這邊關心一下 馬總統以及我們的 馬團隊的健康狀況 是不是最近 可能因為太累了 所以頭腦有點不是那麼清醒 或者是說 有的時候偶爾會講錯話 這個都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我們希望馬團隊可以 統一替我們所有的政務官 或者是馬團隊的競選團隊 來做一下健康檢查 因為未來就算你不當總統 你要在家裡當宅男 或者繼續要穿短褲去慢跑 做你的偶像明星 也是需要有強健的體魄 好不好 馬總統你可以帶著 你的這個政務官 一起去看一下身體 檢查一下你們怎麼會這樣子 毛巾會這麼急轉完以後 就轉到來幫我們民進黨 造勢跟拉抬我們的民調 謝謝馬團隊 但是請你們要注意身體健康 我們小英不怕抹黑 我們小英主席的臉是金光滿面 是屬於一個亮眼幾乎 絕對是當總統最好的人選 請支持台灣第一個女總統 姐姐妹們站起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其實這也可能是馬英九的陰謀 他為了讓這次選舉 能夠更精采一點 如果像上次贏那兩百多萬票 那太懸殊啦 他希望能夠 這個勢均力敵 搞不好是有這個的感覺 那我贊成選民再多一點 支持宋楚瑜先生也不錯 這樣三強砥力會更刺激 好不好 多支持一下宋楚瑜 他現在百分之八 給他加油一下 謝謝 他這種這個論調 純粹就是賀棒相針 魚鴻得利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給這個 最大檔廣告時間 這個簡報篇 聽聽看他們要講些什麼 哈囉 大家好 我們就是微軟的廣告的 你能說兩句嗎 我相信他應該接下來都不會說話 只會撒笑跟換電腦了 我幫他說好了 你現在想說的是什麼呢 你想說嗎 對啊 為什麼要投資 不是啊 這個民進黨的事 你關我的家什麼事啊 對嘛 對不對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小朋友問題 的問題呢 宇昌生計可以讓我變成 大公司的董事長 蛤 什麼意思啊 不懂啊 什麼意思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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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笑都差點忘記 是不是以後你能夠大字報 寫個笑 蛤 翻完也很笑 蛤 好 我走了 我幫他翻譯 他剛剛一笑 我就知道他想說什麼 你說的是不是說 只要參加了宇昌生計 你變成他股東 你就可以像小英主席一樣 他可以變成一個大公司 就變成老闆 董事長了 是 是嗎 是嗎 他記得要翻 宇昌生計可以讓我的小公司 寶寶 不對 這件事不對 你看宇昌生計大家都知道是賠錢 怎麼讓你的小豬吃飽飽 蛤 怎麼讓他吃飽飽 你要看著我幫你翻譯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當初小英他們家族 宇昌生計是一間新的公司 他們投資了1.32億 後來收回是8.75億 他經驗會也同意了 所以呢 這個宇昌生計是可以幫他賺錢的 所以他有多少的小豬都可以讓他吃得飽飽的 這樣子喔 還有喔 我要投資宇昌生計 我要投資宇昌生計 我想要投資宇昌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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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拍情定美函 我想要拍情定美函 我想要投資宇昌生計 還有在聽我講嗎 要不是宇昌生計 你小朋友投資這個幹什麼呢 對嘛 而且啊 現在人家已經改成 中育新耀了對不對 對啊 小朋友你不要去躺人家這種 政治大人的渾水嘛 對…來 小朋友 來 媽咪給你這隻狗對不對 來 到旁邊去玩 到旁邊去玩去 這狗是可愛 它叫Happy Happy 對狗狗好一點 知道嗎 你通常長Happy的時候 他會接Happy吃百里 那這次怎麼沒有接啊 對 因為我們要做Ending 你要是擠了心 就是不講話了 對 看 老婆… 你一定想投資宇昌生計 你們兩個都不講話靠這個 好 宇昌生計為台灣發展新藥 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但是呢 因為選舉到了 就變成大家拿來政治惡鬥的工具 不管傷到藍 還是傷到綠 我覺得最後傷到的都是 沒人接話是不是 好 謝謝 沒錯 它那個Ending是對的 傷到的是老百姓 我們看這些要幹什麼 我們要看到有 政策的領導人出來對不對 好 我們先進廣告 下一段台灣傳奇 夜市人生83集會進場 我們先進廣告 我先進廣告 最好 我先進入 我的天爺 我的天爺 你根本日意 我先進入 太正